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自认很成熟吗?五个成熟大人的幸福指南 你应该来测验一下 随着年纪渐长呢 不一定就意味着你岁数变大了 你就变成熟了,这是不一定 那人的心智呢,到底怎样才算是变睿智 才是变成熟 成熟大人到底该有怎样的特质或是想法 今天就提供你五点来做小小的判别 那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杨兰分享一间餐厅 它是位于台南的友爱贤苏鸡 对,这间是老店新开 它其实是从民国的68年就开业至今 现在已经搬移到 原本是在友爱街上 所以顾名思义它叫友爱贤苏鸡 朋友的友爱情的爱 这间友爱贤苏鸡呢 现在店纸已经搬到了中西区的中正路上 其实离友爱街还是非常的近 走路大概两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现在呢它开的非常大街 它的招牌真的无敌大 你在老远100公尺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的招牌 就写的友爱贤苏鸡 他们家呢非常高科技 现在已经是一化点餐 你可以用它的触控萤幕啊 就可以直接点 就像是那个威秀一样 就可以直接点你要的餐点 虽然是店面的贤苏鸡店 但是它的价格还是维持跟摊贩一样的价位 贤苏鸡一份大概50 然后其他的那种什么豆干什么什么 之类的都还是大概20-15块左右 我觉得CP值非常的高 而且在附近就是大名鼎鼎的台南美术乐馆 就是个很好拍照的景点 如果是网美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美术馆 整栋建筑是非常的白 很好拍 然后如果你晚上经过的话 也不要错过这间贤苏鸡店 它算是台南自己本地人 也很喜欢买来吃当宵夜的 如果去台南就是要美食之旅 这间就是你最后晚上睡觉之前 一定要再来吃一下的东西 就是你知道最后配个啤酒或配个饮料 你就觉得这样才有完美的ending 这间就是叫做有爱咸酥鸡店 基本上我点了几个 它的菜色就是什么咸酥鸡啊豆干啊 什么糯米肠啊都还不错 然后它的银丝卷也蛮好吃的 当然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口味 它其实里面基本上所有咸酥鸡店 该有的东西都有 什么薯条啊地瓜啊什么都有 所以你就看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 基本上不太会采雷 而且它其实还有Uber E 所以如果是懒得自己去取的话 如果你是住在附近周遭的饭店 你也可以用Uber E教 那下次我会推荐另外一间叫做 有爱街旅馆敬请期待 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有爱钱苏鸡 真的是北派家用心的给你推荐 那详细的资讯呢 我放到其实你应该的限动24小时 之后会放到实际的栏位去 大家可以按图所记 我去谈谈可以吃吃看哦 回到今天的主题 自认你很成熟吗 五个成熟大人的幸福指南 再次来做个小小的测试 第一点就是呢 你要理解自己不一定永远是对的 别人有可能可以做其他的选择 当你深刻的明白 你自己不是永远都是对的 这个世界并非照你的意思 或是你的逻辑运转的时候 这点我跟你说 听起来那样说 这个我早就知道 但是有很多人 即便知道了这件事情 但他不是发自内心的相信这件事情 知道跟相信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你必须打从心底的去理解差异 去体谅别人的不同 这才是你迈向成熟大人的第一步 因为成熟大人就会理解到 每个人讲出来的东西 他的想法不一定会跟我自己一样 而且他会去尊重跟包容别人的看法 跟别人的选择 而是第一点 其他第二点关于说 你自认你很成熟吗 五个成熟大人的幸福指南 第二点就是认清 抱怨是没有用的 把你的负能量 转化成可以改变的行动 那才是更实际的 那随着年纪渐长 你会慢慢地意识到 你很爱抱怨这件事情 以前你年轻的时候 就会抱你的同学取暖 抱团取暖这样子 但是你就久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我很像抱怨完之后 对我的人生只有情绪抒发 就是把你负面情绪给宣泄出来 但是你只是抱着问题在自怨自哀 并没有解决问题 你当下的那个困境 毫无改变 对你这个问题毫无注意 所以与其你在消耗你自己的情绪 你知道你讲一些你不开心的事情 越讲你反而心情越不好 那与其你就沉溺在这个埋怨跟愤怒之中 倒不如你就是直接起身 那起心动念去做一些改变 改变才是能够真的消除抱怨的根本 你知道你会抱怨 你会觉得不开心 就是一定有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心生不满 那个东西可能就是做点改变 或是要做一点怎么样的作为 才能够去把这个事情给消除掉 所以与其抱怨 就是你知道成熟大人就会选择说 再把那个时间拿来抱怨 我倒不如把时间跟心理花在去做一点改变 去做实际的行动来改变这件事情 而则是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自认你很成熟吗 五个成熟大人的幸福指南 就是三 遇到问题 自己会去找解决方法 而不是坐等别人来协助你 或是来帮你 听到这一点 你想说现在大人 我可能还会想要等别人来帮他 我跟你说 这个心态在工作上 真的有蛮多工作者会觉得说 我今天有问题 他就想要找你的主管 或找他的同事来协助 他不会自己先去找解决方案 这个是真的 就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大人 都还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成熟真的有时候是一种坐实的态度 当你敢于一肩扛起责任 或是勇于去做承担 遇到问题或是困境的时候呢 真的不要一直坐在那边等别人来解决 有些人就是遇到问题呢 他就先慌 他不是想要找解决的方法 他先慌他先哭 他先就是你知道跟别人求救 但是跟别人求救有时候是对的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人 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那当然去找别人 但是你的人生不可能每一次 遇到任何的小问题 都在等别人来救援跟协助 相反的 你应该要自己先去争取一些 有没有可能自己就可以默默把这件事情解决 不要去劳失动众 或是不要去干扰别人工作 你知道工作也是这样 你也是在感情也好 朋友也好 有些时候你请别人协助 的确是可以拉近你的关系 但是多了之后 别人也会觉得有负担跟压力 就是说你来找我绝对没好事 所以呢 一个成熟大人 就是会自己先去找解决之道 而且行有余力 还能够去帮助别人 而这是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关系说 自认你很成熟吗 成熟大人的幸福指南就是四 认清自己的性格优缺 学会放过他人 也放过自己 真正的成熟呢 并非一味的强装稳重 或是隐忍情绪 所谓的成熟呢 应该是你已经很诚实的去证实自己 内心的那个小奸小恶也好 而且呢 你是非常坦诚的去面对自己 而且全然的接受自己 拥抱自己在个性上 或性格上的一些缺点 你都知道 你知道自己就是比较龟毛 你就知道自己可能比较随行 或是你知道自己有种拖延症 就是这些东西 你在成熟大人的阶段 你都会自知 你不会觉得说 哦这些事情我都还不理解 你在跟别人应对进退的时候 其实一个成熟大人 都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盲点在哪里 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自己的缺点 跟自己的优点告诉对方 对方可能相同来说 会比较体谅你 举例来说 你可能不是一个 很会有excel的人 但是你在工作中 你可能其他表现都很好 但是你可以提前的 知道自己这个弱点 你就可以先跟别人讲说 我excel比较弱 你要记得 告诉别人你的弱项 并不表示你是弱者 相反的 它是可以提升效率 而且让别人知道说 哦你可能这个方面比较不足 那我可以协助你的状况下 我就会多去协助你 反而可以加速你们工作的效率 让别人更理解你 而且对等的 别人也会觉得说 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他也会相对的 用个比较诚实的态度 来面对你 如此一来 你就是要先去理解自己的优缺之后呢 你可以有意识的去理解自己 自己的 不管个性上 工作处事上 人际观景上 感情上的不足跟极限在哪里 你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 你知道自己的 你知道最好可以到哪边去 这样子的好处除了你自知 你可以告诉别人你的优缺点之外呢 同时 因为你知道自己不是个完人 明白自己就是也有不足之处 或是也有可能犯错的时候 这个心态就会让你在跟别人应对进退的时候呢 比较不会去计较 比较不会去想跟别人比较 因为你非常理解自己的优缺在哪里 所以当有个比你更好的人出现的时候 你知道说你有其他面向比他更好 当别人比较弱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体谅别人 因为你知道说自己也有缺点 而这又是成熟大人会有的心态 第四点 接下来第五点关于说 自认你很成熟吗 成熟大人的幸福直男 就是五遇到困境的时候呢 你懂得转念 逆境也可以成为向上的动力 人生难免就是会遇到叠交 或是遭遇难关的时刻 成熟 并不表示你就不会纠结于一些 你知道人世间的一些小情小爱 或是一些被别人陷害 或是被别人污达的时候 你也是会有情绪 还是会有那种痛的感觉 更不用说成熟 哪怕你再成熟 你还是会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你还是会被人所伤 但是当你成熟了 你遇到了难关困境或低潮 你就是可以至少有一个钥匙 那就是懂得如何善用 转念的力量去面对 同样的问题 你在二十几岁十几岁都会遇到 你三十岁四十岁五岁六岁 还是会遇到 但是当你成熟了 你就知道说有个东西可以帮你跳脱出 现在此刻的负面情绪泥闹 就是转念 你可以把逆境活成顺境 你以前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 你非常失恋也好 工作有一些你知道不顺心的地方 你就觉得我自己怎么那么惨 我怎么那么衰 但是我想人生 就是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这句话真的挺好的 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当你得到了 那就是很开心的去接受这一切 享受当下 当你就是学到的时候 就表示你可能失去的东西 或是你遇到一些困境了 此时你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了 所以往后你遇到一些难关 困境低潮 你就告诉自己说 这个东西就是老天爷 就是来指派给你学习的 老天爷觉得你够格 来面对这个考验 所以他丢这个难题给你 只要你度过了这个难关 你会觉得很像很宗教 感觉很心理励志 但是说实在 就是你知道这种事后论 结果论吗 你就是可以把逆境活成顺境 你现在此刻很低潮 没关系 当你度过现在这个低潮 就是顺境了 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 每次去抽签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想要抽到上上签 或是大吉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抽到胸 也是不错 怎么说呢 抽到胸表示你现在人生 就是在谷底了 就已经抽到大胸 就是什么下下签 之前我有错过这种签识 这时候呢 你心态就要放得更开一点 告诉自己 我现在人生就是趴在地上了 接下来只能够往上爬了 不然我还能怎么样 有没有这个心态就是把逆境 当成顺境再过 拥有这样的心态呢 就是成熟大人的必修学分之一 好了 今天就分享了五点关于说 你自认你很成熟吗 五个成熟大人的幸福指南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对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或是你有想要分享的故事 或是你的小peppo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也欢迎大家去加 其实你应该的IG follow起来 可以看到限动 有些有趣的事情 最后跟您说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欄网友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视讯跟我联系咯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